而因山土耳台风的来袭 花莲县长许正位是相当关心花莲乡亲的安全 而今天在县政府团队以及秀林湘所会首长 以及国军的陪同之下 前往了秀林湘山寨春市查 会看包括了山寨国小山寨西山寨南西 以及附近的野西 而县长许正位也特别要求各相关单位 要密切注意灾去的状况 严防台风侵袭造成更大的灾害 现在许正位表示 这次台风带来的雨量以及雨势 虽然低于今年7月的凯密台风 但自0403地震以及凯密台风之后 山寨南西山上土石流松动 至上次台风冲刷到山寨西交接口 先前县府已经对山寨西进行输淤且挖深 而山寨南西部分相公所上游行政的程序进行 因此今天特地前来会看台风影响的情况 确保沿岸居民以及学校的安全 那秀林湘公所也在积极的办理 设计规划上标的工作 所以在这行政程序还没有完备的同时 我们今天来看会不会造成 这个旁边附近居民还有学校的安全问题 所以今天特别来看这个部分 那现在在现场看 其实对于我们的周边的附近的居民 还有学校的就学的安全 其实暂时上是无疑的 但是相公所现在也在做行政程序的上标 所以我相信标得顺利以后 那这个山寨南西的书 这个清淤的部分 移清我们的土石的部分 那就应该能够顺利来进行 那我想山寨西和山寨南西就会比较安全 请问一下我们会也感谢 现在许正伟的权力支持 我想后续还是不足 那因为以我们的一个现在现状 那后续其实还有在山上 的整个土石流状况 其实是非常的复杂 那还是需要水保署这里 都能够就是针对整个山头的 一个整治计划 做一个完全的一个规划才行 那县长除了看 土石流这状况之外 他也关心那个土石清淤 要安置放置在哪一个工具地的部分 那县长也亲自去会堪 那这对我们山寨部落里面 一个展演场 那也是水利用地 这个部分因为离我们的公物非常近 那因为这次土石流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因为后阶段是没有挡土墙的部分 那县长也只是向官方举处做一个评估 欢迎先生们目前已经开设一级音频中心 各单位着手进行灾遣防灾的工作 截至今天9点已经开车38处收容所 且收容450人 预警性撤离土石流 以及大规模崩裂保全户 3067人等 三头颱风行进缓慢 现在许中卫在此呼吁民众 一定要配合相关撤离的工作 回到安全的指定居住点 切莫轻浮裁风的威力影响 记得叫我认识 小伙伴侦发导